欢迎来到树民大头家 电费涨价 物价蠢动 民众日子过得苦哈哈 那么先前已经讲好说 这个公教年金要逐年减少 那他们日子不是更难过了吗 所以兰英就提案要求 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 今年暂停停砍公教年金 让他们可以稍微缓一缓 这位关照隔壁陈建仁今天又反呛了 他说你不要破坏 现有稳定的年金改革制度 造成波动的话 那么反而会对现任的 还有已经退休的军公教 造成更大的风险 意思就是说破产的话 大家都领不到是这个意思吗 是恐吓大家吗 问题是你看前瞻八千亿 还有超真的三千亿元 不是都拿去到处 补民党的这个财务的大黑洞了吗 怎么好像只有公教人员的这个年金 是非砍不可的呢 军方最近也说了 因为这个教招的赵元们在抱怨说 他们军中的伙食实在是吃不饱啊 所以那佛心来着陆军司令部告诉大家说 好啦我们考量到这些赵元啊 营外教练的训练比较大 食量也大 为了让赵元们吃得饱吃得好 因此呢每个人的伙食费 从每天的95.7块钱 今年调涨了变成了97.6块钱 帮你们每个人提高了将近两块钱 网友就说 加两块钱就可以让部队吃得饱 吃得好 真是谢主隆恩啊 也有网友说 好棒的福利 累计三天就可以换一颗蛋了吗 两天的话是不是可以换豆干呢 所以前瞻日算超过八千亿 民党政府是大手大脚的花 然后超瞻百姓税收三千亿 拿去填这个台电等等 因为错误的政策搞出来的财务黑洞 看起来好像舅舅公教年金是非砍不可 难道万物其想 不能够让公教人员稍微喘口气吗 然后现在搞到两岸兵凶战 我们要把民众叫招回营 结果呢这个伙食费 每个人增加两块钱 哇这个叫做最会做事的政府 最能够照顾体恤老百姓咯 李文 其实我觉得今天之所以 公教年金的相关的这些朋友们 会心里面感觉有非常严重的相对剥夺感 或者是他觉得非常愤恨不平 希望停止对于他们这个年金改革之后呢 对他们的年金的这样子的一个削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第一个当时在做年金改革的时候 民进党是含着非常强烈的历史政治仇恨 所以呢让公教人员感觉好像民进党是来复仇的 是对他们有仇的是要来修理他们是要来惩罚这些公教人员的 因为民进党心目中觉得公教人员长期都是国民党的基本铁票 所以是因为这种政治理由所以要报复 这导致一开始公教人员就觉得受辱 他们本来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磐石 然后呢士气不但严重的受损 而且觉得被羞辱 所以呢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跟国家 就是大家一起这个 因为这个时代难过 因为现在国家的裁员没有像以前这么好了 所以呢大家要共体时间 他们都不愿意啊 因为你不是要找我们共体时间 你是要找我们开刀 你是看我们不顺眼要修理我们 所以一开始就不对了 当时民进党把公教人员讲得多么的难听 好啦 等到民进党执政了以后 他有因为这样同样的精神说 我们应该要尊杰 我们不可以再留子孙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必须要去改革 而不是只有公教年金的改革 结果民进党不是 反其道而行 大康这个纳税人之楷 好像我们的国库很有钱啊 钱花不完啊 而且民进党还一负就说 因为我们执政所以经济很好啊 税收太多了 不知道要花到哪里去啊 所以呢随便花用力花 那难怪公教人员说 你不是因为裁员有问题吗 所以要我们共体时间吗 那如果不是 如果现在国家已经太有钱了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砍我们年金呢 你就没有理由砍我们的年金了 这是当时国家承诺我们的耶 然后你今天国家说反悔了 因为我们的财政状况不同了 所以呢我们要砍你的年金 结果后来他发现政府不是这么回事嘛 这么有钱随便就特别预算 一直不断地丢出来 包括我们早就应该要改 面临即将破产的劳保 民进党也不碰啊 民进党也不改啊 所以啊 公教人员才会觉得说 你全部都是选票考量嘛 更何况公教人员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投票给国民党啊 在这种情况底下 难怪公教人员会觉得不服气啊 你根本是针对我们嘛 你根本就是在报复嘛 你哪里跟国家的什么长期的 财政的这样子的一个稳定 有任何的关系呢 如果台湾的有财政这么高度的困难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的慷慨 还花这么多钱去买那个没有用的高端呢 然后该改革的你都不愿意改革呢 还花这么多的冤枉钱 去弄这些光电呢 当老百姓看在眼里的时候 你所有施政的正当性 通通完全地丧失 所以啊 那公教人员才会觉得说 好啊 那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来逼选票吗 那现在国民党是多数了 那我就要求不要再来改年金了 台湾就变成一个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我们没有办法理性沟通 反正所有的政策都是带着有色的眼睛 看是蓝色还是绿色 台湾就这样子 把过去我们便手知足 好不容易所创造的 一个是政治奇迹也毁了 所有民主制度所仰赖的公平正义自由 通通都不见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经济奇迹也毁了 把我们的经济所得全部通通都耗在 民进党好像是那个 杀红了眼啊 饿了不知道几顿啊 执政了以后吃相吃难看 开始掠夺 能抢的就抢 能吃的就吃 能凹的就凹 仿佛我俩没有明天一样 难怪公教人员会不服气嘛 好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现在说要帮这个后备军人加两块钱的伙食费 为什么就是因为扩大教招嘛 所以不得不有一些措施 不然的话大家会太不满 为什么扩大教招呢 因为很多人说是不是两岸真的搞到兵凶战危了呢 现在绿营就有人提出说要求这个女性的退役军事官通通被纳为后备军人 好这个是绿营的立委李博弈 他说现行对女性军事官是否纳为后备军人是依照个人的意愿 他说这有为男女平等的疑虑 所以应该要将所有的女性军事官退伍之后通通都纳为后备役 理由讲的是为了两性平等 如果说退役女性军事官纳为后备军人不是因为两岸兵凶战危 而是因为这个叫做两岸的所谓的两性平权的话 那请问最重视所谓的平权的民进党政府 为什么过去不做最近突然一下要做了呢 还有啦那请问这个绿营权贵们会先叫自己的太太女儿赶紧去当兵吗 这个国安会的前秘书长丁渝舟就提醒大家了 其实啊他可以看到万一两岸这个发生战争的话 其实无论打赢还是打输啊 总统和国安团队其实应该要有所谓的中战指导啊 好什么叫做中战指导呢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很多人现在会说呢 这个叫做呢这个军人应该要打到最后一兵一组 可是这不叫做中战指导 这个是战争指导 所以他说我反对城镇作战 因为军人战道一兵一组是军人的职责 但这叫做作战指导而不是中战指导 这个应该要有一个中战指导是什么呢 就是说赢的时候的中战要如何来结束呢 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结束战争 而输的时候如何能够在国家最小损失之下终结战争 这就不是军人可以决定的 这个是必须要政治人物拿出智慧来解决的 所以中战指导也是要有领袖来告诉大家 到底该怎么做 不能够告诉他说真的要战到最后一兵一组吧 他说他个人很反对城镇作战 但是国家领导人应该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嘛 两岸如果真的被逼到非战不可的时候 政府是不是也应该定出一个清楚的底线 不要让老百姓做无谓的牺牲呢 费文怎么看 如果大家喜欢买乐透的话 这个数字要参考一下 我们上一节谈到烘培店一个月涨电费两块钱 现在谈军人 后面运用了伙食增加两块钱 我刚才上网看一下 这两块钱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估计一下 它全年一盒十块钱 一盒十个蛋的 一盒现在降价了63块 一盒 换一下一颗蛋六块钱 这样两块钱的伙食费 意思是说你三天可以加一颗蛋 好棒 一说蛋价又要涨了 换一下说两块钱 让大家觉得好笑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今天增加这个伙食费二十块 我们觉得很棒 对不对 两块钱三天多一个蛋 女性要不要 退休的官兵要不要叫招 我是觉得要从宪法的最高层来看 现在台湾的女性是不当兵的 所以女性去从军都是自愿的 她是自愿 那从宪法的角度来看 你除非你要去 女性要跟男性一样要去当兵 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就引发着我们这个丁玉州将军 丁玉州将军我跟他很熟 他讲这个中战指导 我先跟大家报告丁玉州将军他的血经历 陆军官校35期 民国33年次 因为我跟他非常熟 他跟我哥同学 他当过军群局的局长 军团司令官当军群局局长 国安局的局长 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就现在顾立雄的位置 他除了军事以外 当然他还有其他很多的数字 他常常看说 其实他这个概念 在去年他就跟我讲 我猜了 他有感于恶乌战争 当一个战争下来 那什么东西都被摧毁了 死伤无数 老百姓真是很痛苦 这个中战指导 就好像我们企业 也有一个停损点 类似这种概念 除非就是 你共斗定 反正他的战斗最后一兵一组 台湾真的要打这样的战争吗 我非要打到全部都打死光 没有子弹 我拿扫把去打 没有子弹 我用丢石头 难道你真的要做 做这样子的选择吗 我是觉得 我们需要思考 这个大家可以拿来讨论 最近丁一周 丁将军写了一篇文章 他寄给了很多的朋友 从那篇文章里面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 记者朋友去访问他 关于这个事情 我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很好 我也建议 这个媒体把它 刊登报道一下 他那个逻辑非常的清楚 就是以人民 以国家的发展 以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 我是觉得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